女子到派出所 拜托圆景能不能帮忙开个道 因为她的同事受伤了 还大量出血 就看这名男子两只手包着棉布 握在一起血流不停 圆景见状也吓了一跳 赶快冲出去开车 一上车圆景立刻打开警笛 沿路开道 十万火急冲到医院 因为这名男子的伤势严重不能等 这起警车帮忙救护的案件 发生在新北市树林 当天男子在工厂上班 疑似机械操作不慎 手指被卷入机器 原本同事要开车将男子送医 但当天是假日 车多又下雨 就怕卡在车阵中 延误送医手指可能会截肢 立刻转往派出所 请求圆景开道救人 本所背景圆景见状已情况紧急 立即以警车鸣笛 勿送照男就医 并迅速在四分钟内抵达医院 原本可能要花十分多钟的车程 因为警方开道只花四分钟 将这名手指受伤的男子送医 抢救人命任务圆满达成 明知新闻联军沈建宏 新北市报道